大家好,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想吃冰淇淋的话,在家也能做哦 按照我这个做法,做出来的冰淇淋入口即化 黏软,无冰渣,比买的还要好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鸡蛋 先把蛋清蛋黄分离 我们取蛋黄,往里面加入30克的白糖 用打蛋器来低速打发 把蛋黄打发成这样子,颜色有点发白 再倒入65克的纯牛奶 用低速搅拌两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牛奶蛋黄倒在锅里面 开小火慢慢加热 最一步呢,是加热一下鸡蛋 放到杀菌消毒 加热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搅拌 防止糊锅 大概加热5分钟左右 成这样子 细腻顺滑的这些蛋黄糊就可以了 然后再倒出来,装在碗里面备用 然后准备一点蔓越莓干 用剪刀剪的稍微碎一点 给这冰淇淋增加一点酸甜的风味 也可以换成其他自己喜欢的 比如说葡萄干啊 或者是腰果其他的这样的坚果粒 记得准备250克的淡奶油 倒到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把打蛋器开起高速 把淡奶油打发 打发好的状态是像这样提起打蛋器 能够有一些棱角或者是纹路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刚刚加入过的牛奶蛋黄糊加进来 一部分蔓越莓干也加进来 用这个铲子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倒在容器中 然后表面再撒一点点蔓越莓干 盖上盖子放到冰箱里面 冷冻4个小时以下 冰淇淋已经冷冻了4个小时 打开盖子看一下 用勺子刮开来看一下 哇非常的绵软细腻哦 能够闻到一股浓浓的奶香味 看着就非常的绵软细腻 尝一口看看 香甜美味入口即化 里面的蔓越莓有点酸酸甜甜的 比买的还要好吃 而且自己在家里面做的呢 没有添加剂 更加的健康放心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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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